像這張專輯當中的話 其實下面我們最後要介紹的這首歌 其實聽說啦 這個舞蹈感覺不是人跳的對不對 這個舞蹈是無間好跳的 因為聽說這個舞蹈的難度很高 就很吃力 很吃力 然後就是一直做不一樣的動作 從頭到尾 那是一個很 我覺得這首歌 只能說是全方位海盜爆 對啊 因為這首歌的話 他找了一個編舞的 編舞老師叫 還有名的 Lyle Vanega Lyle是幫JYP 幫Big Bang YG 還有幫亞瑟小子 排舞 編舞這些等等的都有 是 所以聽說動作很多 然後節奏很強 是 那聽說你練舞也練了很久 我練了還蠻辛苦到我到最後 練完整個舞蹈的時候我就跟Lyle說 你知道我也要邊跳邊唱吧 然後他只用一個冷笑來回答我 為什麼 因為他也只能這樣子 可是現在好像很講究 像大陸那邊聽說就是 不准對嘴嘛對不對 那像這首歌的話 如果你要邊唱邊跳 這個肺活量怎麼辦 就是要練 就是一邊跑步一邊唱歌 要不然就是 就是一直唱 一直跳一直跳 一直在彩排室 一直跳一直唱 一邊跳一邊唱 對啊 所以平常無見好友常常 非常運動或肺活量 每天都會去運動 對 跑步 跑步 跑步會打拳 對 那種游泳 對 那我就試著可以在唱歌的地方 就一邊唱一邊運動 游泳就比較困難一點 是